这个是我们极致栽培最上面的一层果 来看一下 基本上属于蓬大结束了 虽然说表皮还有一点发青 但是基本上一定是蓬大后期了 就是最上面一层果了 没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这个无土栽培 它这个天然管理水肥管理就要进行一个变化了 这个调整的方法 第一个首先是我们浇灌就不要带肥料了 直接浇清水 直接浇清水 然后我们把这个浇水的品次 浇水的品次有一钳 一钳的四次 我们调整到一次 控水 这样做的一个原理呢就是在这个蓬果后期处呢 然后呢用于这个种植袋里面的 残留的一份养分的肥料 实际上完全满足于 这个这段时间到成熟期 这个番茄啊它被养分的一个需求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把以前的一天交四次肥 变成一天一次 实际上也是为了促进一个空水 通过空水呢 来促进这个番茄的口感 我们以前呢是没有通过空水促进番茄的口感 是通过那个增加盐分 现在到了后期 最后一次了 那么我们就通过浇清水 然后呢降低浇水品次 含水量 这种方法来提升口感 好